政府善意邪哄 我们还合一半魂力摆牌 也不相相做是租过仔赛宣 先往巴厉奥运游队了任种龙凤 为中国队整广 泰湾声队白来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昨天晚上啊 中国央视出来打脸啦 放出圣上在三中全会的剪辑字幕版影片 打脸中国墙内诅咒圣上 中风的网友 跟所谓的中南海听床师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中国百度的热搜词条 在7月15号 关于中风的搜寻量急速攀升 然后呢 百度就马上关闭了中风的关键字搜索量数据 不公布了不公开了 我昨天也说了 关于习近平在开三中全会闭门会议时候 中风送易的消息大概率是讲的 无论习近平他的身体有没有出状况 这都不能改变三中全会 这次是非常国益的氛围 以及中国经济各种奇葩的数据 对吧 首先中共取消了三中全会闭幕的媒体直播 第二央视播出了习近平三中全会的画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开幕当天的会议主持内容 不然就是头两天的 没有任何闭幕式当天的画面 甚至并没有所谓谣言传出来 当天以后的任何画面 当然这其实就够小粉红拿去打击一些说其他人造谣了 身为台湾人的我 非常希望习近平 龙体安康 福寿康宁 千秋万事 永远统治中国 因为也只有他能加速中国的这种惨况 我看到有很多人把圣上比喻为明末的崇祯皇帝 但事实上 崇祯皇帝在接手大明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是逆不可转 无论当时是谁坐上了崇祯时代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无法改变大时代的结局 顶多是延缓 因为早在二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 各种隐患爆雷的导火线都已经埋下来了 所以无论是谁都改变不了这个大结局的走向 顶多是延缓 而习近平确实也面临到了崇祯皇帝 明朝末年的时代状况 而习近平做的是什么呢 加速 崇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估计习近平他在明朝末年给他当皇帝 应该不用到1644年就灭亡了 1625年应该就加速提早灭亡了 那当然习近平最近一直在强调什么作战备战 其实最先害怕的不应该是台湾人 而是你们 尤其是爱党爱国的粉红们 中共最近不是在倒查三十年的税吗 成立警务作战查税中心 这个对象是对台湾人吗 不 所以对你们的民间企业 那为什么要用作战意思来对付你们呢 当然小粉红可能会说那是资本家光好屁事 啊对 确实因为你不是老板 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民间企业都过得这么惨了 老板过这么惨 股东过这么惨 那你们会好过吗 资本家过得越惨 员工的福利只会更差 那我就问吧 中共有把教训资本家的钱赛给你们 或者是换成国民的民生福利吗 没有吧 我看到的是什么 中国的养老金大改 医保大改动 然后反而你们实际得到的钱是越来越少 而体制内的人员跟农村的养老金 那可是又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退一万步来说 中共党员哪个不是资本家呢 现在还传出了中国一堆高校老师被没收护照 限制出入境 一年只允许一次出国 而那一次出国是需要经过你领导的同意 连一些银行行员都不能出国了 对吧 你都要完美的提供出国理由 连免签的国家去都不行哦 你们自己试想一下 2024年的中国经济跟2021年2015年的环境 真的有得比吗 相信你们父母辈应该很有感觉 你们哥哥姐姐辈应该也很有感觉 你说现在万物皆涨 全世界都一样 那你的工资不涨 啊算了 但是你的工资反而是跌的 不是吗 不然就是用更多的加班时间来换 大家再比内卷 中国银行也是一年比一年还会整人了 我们可以发现 越来越多的中国银行打着防诈骗的名义 有些当地的村干不村的领导 还强制或是居委会的人 也会强制你要安装这个反诈APP 对吧 他们用这个去刁难人民取钱的时间 限制民众取款的金额 以前啊领超过5万块人民币以上的金额呢 要打电话去你家的银行预约取款 那银行才会准备钱给你 那现在又变成什么呢 你不仅要先打电话通知银行之外 你还要额外到公安局申请批准 有那张单子之后呢 再一起去银行零贵申请 这些都处理完之后呢 回家过个几天 等银行通知你来取钱的时候 你才能拿钱 最近有很多中国网友发现啊 不同地区的中国网友啊 为什么我工资卡的转账金额 被调降成500块人民币 我连工资都转不进来了 有没有搞笑 我们看这张图更花张 境内交易就是中国境内交易 限额500人民币 境外直接关掉耶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各家不同的银行都记出了相同的标准 你们还说中国经济没出现大问题吗 我在台湾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别的国家银行 乃至台湾都是大概 例如啦 10个坑 7个盖子 对吧 那这个7个盖子互相换来换去 而且现金储备量也是算够的 但是中国的银行是什么呢 10个坑 3个盖子 现在的坑 越来越多 而盖子啊 还反而越来越少 你从根源上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资金链断供的问题 你只能挖东墙补兴墙 所以你只好去限制老百姓取钱的时间 把这个时段拉长 一拉长你只能打着反诈骗的名义 小粉红就会认为你看 国家是保护我们的钱啊 绝对不是中国资金不够 资金链断开了 需要拉长这个时间 毕竟啊 现在中国可能盖子只有两个 三个坑变成二十几个 当然小粉红可以继续相信 啊你们这些台湾省人 你们这些中国犯贼啊 都吹咱们中共经济要崩了 你们已经吹了二十几年了 到现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依然健在 OK不好意思啊 我们真正开始要催中国要崩溃 是从中美贸易战 也就是2018年 那2018年至今也才五六年的时间 而这五六年以来 你确定你没有明显的感受到 在慢慢崩解吗 通常呢我们会把这个崩解的时间 称作为垃圾时间 你们小粉红应该蛮爱读历史的吧 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这个大明朝的垃圾时间 是不是有五十多年 大清朝的垃圾时间也差不多五十多年吧 按你们小粉红的逻辑 大清大明他们就不该灭亡咯 因为没有马上在一个月内 或是五个月内灭亡 所以你们看太多中共 编串的这种历史或是谣言啊 你们脑袋就会空空 不懂得一股戒精 那当然你们还可以继续说 中国总体GDP啊是世界第二 怎么可能会垮 当年大清GDP还曾经一度世界第一啊 军事排名世界第八 亚洲第一 那你还要我举什么例子吗 当然你们可以又另外吹 大饥荒的时候 咱们的老祖先都撑过来了 现在比起大饥荒啊 已经很好了 对吧 大饥荒都没有灭国了 我们现在会灭国吗 是的 你忽略掉了一个重点 当时的赵家人的前两可是没有被动到的哦 毛泽东周恩来那批人叶剑英的利益全部没有被动到 他们依然住着别墅吃着海鲜 而现在非常多的红色家族的利益是有被波及到的哦 而且当时的中国人多数是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正常人的生活 这个你应该不否认吧 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啊 不一样了 最近北越大谈对中共的政策表示当年啊 让中国加入世贸带起他们的经济是最错误的决定 而且现在要有效的打击中国并不是直接的战争 是拿回我们帮助他的经济政策跟福利 让他们逐渐崩解 而这是我们近几年来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据小粉红的经典名言是什么呢 吃饭炸锅 你们吃着欧美的福利跟世贸带来的红利 却砸着欧美的锅 所以我只能说求人得人了 还有一个坏消息 是三峡大坝还在泄洪 有一位新婚夫妻在举办婚礼的时候 突然泄洪被淹大水 但他只好改成水上婚礼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荒谬的影片吧 整股善意血红 我们还合一半婚礼掰排 也不相相若是租过仔彩轩 千万把利奥运优队了任总龙凤 为总国队整广 看完这个影片突然想到 我最近看的那一本书嘛 就是生活在大陆五十多年的美国人写的 书上写到的这个观点 表示中国人非常喜欢苦中作乐 伤势喜伴 怪天怪地怪邻居怪家人怪朋友 但咱们就是不怪中国政府 要是在台湾 政府给你暴雨中泄涌毁了你的婚礼 我看你还不跟政府使拼 网路上一堆嘲讽政府的梗图就会出现了 成文节目的点评也会出现了 尤其是中天系列的对吧 绝对会痛骂到 但是在中国 我们看到的是苦中作乐 伤势喜伴 笑话台湾暴雨 咽道脚踝 希望台湾人捐款给咱们大陆 而还有一个很暖心的是什么呢 巴黎奥运 中国游泳队三十一名学手 在这十天内被药品检验了两百多次 平均一人被检验了五到七次不等 还有中共空运的三百多台冷气 要安装在中国选手村的住所 目前得到最新的消息是被当局阻止了 现在巴黎的温度平均是二十到二十二度 最低温十六最高温二十七对吧 在这样的条件下装冷气是什么嬌生惯痒呢 把这些钱去实际的赈灾不是很好吗 巴黎的水库好好的盖不是更好吗 虽然在过去二十三名的中国游泳选手在二零二零年底跟二零一年初 与中国境内的比赛被检验出禁药 然后中共给出的理由是 啊这家饭店食用的料理不干净才会导致如此 好啦毕竟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现在在中国连食用油都有煤气油的风险 煮个饭加一点兴奋剂不为过吧 但我觉得巴黎方你们也不用一直去验中国啦 中国可是游泳大国耶 看看从今年四月份开始至今 中国各地都在泄洪三个多月了 就是要找出那个万里挑一的人中龙凤 挑出个游泳高手 用最自然的方式去训练中国人民 你们都可以在三峡大坝泄洪的时候游泳 那在奥运会上这么安全的环境 你还不愁拿下世界第一吗 你还不愁这三十一名中国游泳选手 可以为中国游泳夺得三十一面金牌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黎 下次见了 拜